哎呀 啊 啊 啊 来 有人落水了 有人落水了 又不好有人落水了 快救人要紧的 救人要紧快 救人 快點 快快快救人 快快快快 來來來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 拉着 拉着 放他一把 好 来 起来 好 没事 你看看 你怎么这么严的 好 你认识这个女的 我怎么会认识一个绣花女呢 绣花女 你看这剪刀 绣花女用的 我想她一定是个绣花女 绣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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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想不开呢 你看看 又死了 又投水又扎刀子 真是 真是 可惜啊 年纪轻轻的 这位置 短件这么年轻 真是小孩 什么事跟别人说着 大人 这人是自杀还是他杀 自杀 可惜啊 赵大哥 英姑 怎么会是你 宋大人 这是我的表兄 宋大人 对啊 这个啊 就是提行司的宋慈宋大人哪 宋大人 小人赵才 奉命前来侍奉宋大人 没想到 在这碰见您了 你就是那个 新来的捕头啊 正是 宋大人 这是 这是我的上任公文 不必了 刚才你的行为 就是最好的公文 英姑 快带她回去换衣服吧 来 这边 嗯 你把她家里人都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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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秦砖弃愿 祖上想必是有钱人家呀 混蛋 都给我看着点 这么宽的门也能给我碰着 瞎了眼了 这都是盛唐时期的上等红幕 别看她旧啊 越旧越值钱 你把她碰坏了 你们八辈子都赔不起 你把你刚才说的话 再给我说一遍 我 我刚才说什么了 你说什么了 我没说什么呀 相公 我 相公 价钱不都谈好了吗 卖都卖了 再争争吵吵的 让人家笑话 快回去吧 不是 我说你哪头的呀 你起去 你不是不懂行啊 你说什么 我那几件破价去 我那是祖传传下来的 上等的好红幕 你你你 你给我这么点钱啊 你你含着谁呢 哪哪哪哪哪哪 我说李相公 咱刚才在门里 可是银货两清 您这一出门就反悔了 这不符合做生意的规矩 我不卖了行了吧 你把东西给我搬回去 去去去去去 你这没这么一说的啊 什么叫没那么一说的啊 你给我搬回去 相公 相公 小娘子 要嫌吃亏 就别再把家具一件件往外卖 既然卖了 就别计较那钱啊 多了少了的 这亏得起钱 还丢不起那人呢 拿着吧 哎 真是虎落平阳遭犬气啊 啊 走吧走吧 哎 小娘子 哎 小娘子 哎 哎 大娘子 这闹得让您受委屈了 呸 败家子 还取缉纳欠 白占了艳福了 就是因为这不孝的子孙哪 可惜了这百年老宅了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 大人不是我跟着你 是夫人让我请您回去 干什么 您不是答应夫人今天要回京的吗 哦 我岳父容生吏部侍郎了 哎 这不是可喜可贺的事吗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呀 哎 大人 您跟老丈人 怎么回事啊 哼 啊 娘子 哎 这些银两 拿去买点柴米油盐 怎么着也能对付个十天半月呢 相公 不是我说你 整日靠变卖家厂过日子 也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哎 长久之计 啊 我都快断子绝孙了 我还长久之计 相公 我 你给我住嘴 啊 你要再唠唠叨叨的 我 走啊 小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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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管你是凶是急呢 我懒得理你 你看看 哎 我刚才还跟人家吵架 你一句话 我这不就上来了吗 还怎么着啊 看你没出席劲 整天靠着变卖祖宗的家产过日子 啊 早晚又山出水晶的一天 又来了 我娶个大老婆回家吧 唠唠叨叨 娶个小老婆回家吧 又喋喋不休 你别气死我啊你这是 哎 谁让自己没出息来着 就气你 就气你 你再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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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你卖了 哼 有本事啊 你真就把我给卖了 说不定 我能解这高之飞了呢 哈哈 哎呀 就是拿你没办法 都怪你自己没本事 有本事 你就像别的男人那样 出去创一番家业 可以光宗耀佐 这能怪得了我吗 你看我啊 娶个大老婆回家 三年有余 到现在也没天下个一男半女 娶个小的吧 也是半年无喜 古人云哪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你说我都快断子绝孙了 我还创立家业呢 我 相公 我要是真能给你生个 白白胖茫的儿子 你就肯出去干一番大事业 这么跟你说啊 你要真能给我生下个一男半女 我 李唐就是当牛做马 我都心甘情愿哪 那我告诉你吧相公 我 相公 大姐 今天是我父亲六十的寿臣 你我去还是不去啊 去 当然得去了 岳父大人六十大寿 当小叙的一定要去 哎 你你刚才说 要是去的话 咱们就该走了 走是 行行行 那我们先走了 明天一早回来再说吧 啊 明天一早才回来 那有一个人在家会害怕的 害怕 哎呀 我们家虽然是不景气 但是从来不闹鬼 你害什么怕呀 嗯 你等会儿 大姐 坐吧 不了 去了以后啊 问你父亲好 小娘子 哎呀 把这个匕首啊 放在枕头边上 到晚上 你能转个胆啊 我一个人是已经够害怕的了 再放把刀 可真想吓死我了 快收起来吧 哎 不是你看你 相公 要不 咱们一起去吧 一起去 亏你想得出来 哦 我们一块儿到你们家去 那他不静看你娘家的白眼了 相公 大姐不是这个意思 别说了 算了 反正 我怎么说 他都不见好的 啊 要不这样 等宴席一散 我们就连夜赶回来 哎 这还像句好话 来 谢谢你大姐 谢谢姐姐 哎呦 又跳 这左眼皮跳是凶是急啊 哎 我只听说过生死由命 富贵在天 跟眼皮子跳可没关系 你给我住口 村里随着听不出一句好话的 哎 行了我们走了啊 嗯 早点回来啊 哎 旭儿妹妹 你呀 还是把它放在枕头边上 也好给你赚个胆 谢谢姐姐 磨磨蹭蹭的 倒是走不走啊你 走了啊 早点回来啊 哎 大人 这么一大早你跑哪去了 夫人让我找你们呢 英姑 咱们这个喊冤的谷物 可是有日子没敲了啊 什么叫有日子啊 太平线回来才几天呢 是吗 我怎么觉着富贤这么拖天了 哎 大人 您不会是天天盼着有人杀人放火 击鼓鸣冤吧 那郎中还天天想着病人呢 为什么 治病救人呢 亏你还懂得这个理 哎 英姑 你说大人 一早出去瞎拽悠 是不是犯神病了 你刚来还不了解咱们这位大人 他呀三天不断暗 就提不起精神来了 你回来了 我就是出去随便走走 你还叫人去找我 成何体统 我是怕你忘了今天是回城的日子 百世里的路要是起晚了 就要摸黑了 不会不会 你不会是又找什么理由不去吧 不是不是不是夫人 我是说 我是说如果我要走了 万一有人命案子怎么办 哎 你站住 哪有什么人命案呢 你就是想找理由不去而已 你要是实在不想去呢 我就不为难你 我自己去好了 不不不夫人 嗯 明天 明天 如果明天再没有人喊冤 我就陪你回京城 啊 好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是 你不会到了明天 又说是明天吧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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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相信你这一回 好好好 哎 哎 官人 哎呦 何元外 给您败寿来了 哎 相放有赏 相放有赏 哎呦 何元外 给您败寿来了 好好好 相放有赏 哎呀 何元外 给您败寿啊 哈哈 你我同寿啊 哎 同寿啊 哎呀 来来来 请请请请 光天真听啊 好 好 好 那好 好 好 好好 好 班主 陆师傅 河园外可是我七岁红的老戏迷了 给他唱戏呀 投石上少颗柱子 他都能看得出来 千万要用心 别一不小心砸了我的台面 班主 我少有老 少有小 全仗着在您这混口饭吃 就是您给我八个胆 我也不敢砸您的台面 何远外 远外 你怎么上后台来看我了 都办上了 好一个俊洽的南系第一名单 七岁红啊 瞧您说的 进驻园外 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长命百岁 今儿晚上准备给我唱什么呀 您想听什么呀 当然是您百看不厌的 京差记 正是 好好好 你们先忙着 今儿晚上 洗完了到我屋里去领赏 行啊 父亲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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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啊 我看你出身名门世家 我这才把小女许派给你围棋 想让她终身有个依靠 哪曾想你这么不争气 整天不务正业就靠着变卖祖宗留下的遗产过日子 哎呀 这俗话说得好啊 坐痴山空 战痴地县 长此下去 你非毁了我女儿的一生不可呀 岳父大人 其实小旭也不想就这么混日子 哼 可是 老天不幼 时运不济 我也没办法 你呀 守着祖宗给你留下的那么一大片房产 你哪怕就是 就是开个客栈酒店 图他个月进斗金 有什么不能啊 我看你呀 是散弹惯了 自暴自弃 久管之事小旭也早就想过 可是那需要本钱呢 我上哪找那么多银子去啊 你要真创业没有本钱 那我这个当岳父的 能看着不管 我资助你就是了吗 你哪那么多废话 岳父大人是说笑而已 小旭要真想开口啊 我怕您难为您不是 三百两银子够你当本钱了吧 岳父大人 这真的 那银子还能是假的 不不不不不是那 啊 父亲 其实啊 他要做起事情来 比谁都不差 他只不过没有本钱 这回呀 有了本钱 他肯定会振作起来的 嗯 我不让你说 我要让他亲口跟我说 相关 岳父大人 有了您的这些资助 小旭要是再干不出一番事业来 我枉为您的女婿啊 那这儿 我这就回去张罗酒馆的事 保证在十天半月之内 把酒馆开起来 大娘子 咱回去 等等 你先回去 让小女在家多住几天 等你半个月以后开了张了 你带回来接你的大娘子 如若不然呢 你休想再见我的女儿 我 好 那行 这样也好 你楼下多陪父亲 我这就回来接你啊 岳父大人 我 等等 父亲 相公回去开办酒馆 正好也缺少人寿 您就让小女 随她回去吧 我 今后 小女会常来看您的 哎呀 哎呀 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啊 背负已经年迈了 想多留你在家住几日 你都不 好了好了好了 走走走走 都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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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走 就是了 就是啊父亲 不是 岳父大人 我跟你说啊 父亲对咱们的是一片真情 咱们要是再走 就有点不孝了 这样啊 你留下了多陪父亲几日 嗯 我先回去找到酒馆 家里不还有柳婿儿 能帮忙不是 我会快快回来接你的 那岳父大人 小许告辞了啊 哎 坐下坐下坐下 那 你呀 整天 不给你点压力啊 你就是把这三百两银子花完了 我怕你那个酒店也开不起来 嗯 这样吧 你呀 给我立个字句 嗯 字句 什么字句 我以半年为限 如果半年之内 你呀 能搞出来个小气候 一切都好说 要不然就让出你祖上 留下的那座庄园 嗯 呵呵 义父大人 您这 您这怕小许赖账不成啊 我呀 不是怕你还不起这三百两的本金 我是想断了你的后路 让你进取 哦 哦 哦 岳父大人对小许真是用心良苦啊 呵呵呵 看看看看怎么样怎么样 我呀 我呀就知道你没这个勇气敢力这个字句 拿来拿来 我 我 我欠 我欠 来人哪 笔墨伺候 哎 哎呦 你吓死我了你 老厨娘 告辞告辞 哎 姑爷 你怎么急着回去啊 不多住几天了啊 啊 我家二娘子一个人在家 我有点放心不下啊 啊 二娘子 感情 姑爷心里牵挂的只有二娘子了 哎 哎 对对 你什么意思啊 姑爷 以前你确实对慧小姐不错 自从你娶了二房就冷落了慧小姐 告诉你 慧小姐可是我一手抱大的 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 我管不了你娶二房那三妾 可是你要敢冷落了慧小姐 老奴也要找你的晦气 哎呀 就算我这两年时运不济 可以轮不上 什么人都把我当儿子一样殉的地步啊 怪不得这两天眼皮子老跳的 原来就硬在你这个老奴身上 你要想知道我就告诉你 本相姑现在有银子了 我要创办我的大事业 到时候我看你们谁还敢瞧不起我 你 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好 乖 官人 于真 于真 没事 来来来看这个 看这个 我还以为我把你吓了一跳呢 没有没有 我我是来看看我的前任留下来的疑难悬案 这么晚你都不睡 是因为明天要见我父亲吧 不是不是不是 于真你看啊 你看我的前任呢 居然有好多案子只有诉状 其他什么都没有 你看 官人 有句话我一直想问问你 你看你说你说 那个 你对我父亲有什么样的成见 你跟我说说好不好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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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觉得老人家观影有点重 观影重 于真 你看这个 你看这个 你猜这里装的是什么 你看你看 我哪知道啊 不对 你一定啊 还有别的原因 没有没有 你就不能跟我说说吗 没有于真 于真 天也不早了 你先休息 回屋慢慢说 哎呀 我可 哎 你吹枪干什么呀 风吹的 我看不见了 看不见好 看不见好 那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 回屋说呀 你能不能就告诉我 来走走走 哎呀 你不想说就算了 我可以自己走 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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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啊 其实那不过是人物 怕的 没有什么可怕的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只花瓶 或是一件古董 对呀 你就拿它当件古董 有什么好怕的呢 别怕了啊 于真 你从来不对我说一句温存的话 还不肯了 欲真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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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谁 是谁啊 我 相公 这都四更天了 你怎么才回来啊 有人请我喝酒 累了吧 你看这是什么 三百两雪花银 你哪儿要这么多钱啊 你甭管 你快点跟我说 你要是再跟我卖关子啊 今天晚上不让你住在这儿 你过去啊 你给我起来啊 说 挺好啊 你对我好点儿 有可能今天是你最后一天陪我 喝多了吧你 我已经把你给卖了 你这是喝醉了吧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快说呀 我再让你天天的说我 天天嫌我没出息 我把你卖了 卖给一个大官人 人家明天早上就来接你 你说的是真的啊 你给我说明白 你给我起来 当然是真的了 那银子还有假呀 相公 相公你别睡了 你起来 咱们俩怎么说 都是一见钟情 我什么都不计较 嫁给你做小妾 这半年来 咱们俩也算是恩恩爱爱的 你为什么就这么狠心呢 你别睡了 你给我起来 你起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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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你怎么回事啊 那儿不垃圾的 一点精神都没有 没有 没有啊 还没有呢 来 抬手 开着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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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什么呀 乖人 我知道 其实你心里头呢 是不想去的 除了铺汉子什么都不会 连腰带都系不好 哎 你来得正好 麻烦你啊 嗯 帮我把这个包 放在车上去行吗 放心吧 夫人 啊 英姑 嗯 嗯 嗯 你注意你 你 你别把东西弄洒了啊 哎 哎 你看你看 他肯定出去说起来 哎呀 不会的 夫妻亲热 是人之常情 怎么搁到你身上 就像做贼似的不济赛啊 哎 你别拿这个 我自己来 你放下吧 哎呀 这是 什么 哎呀 你别管了 快去吧 赵捕头 我吩咐你的事 都记清楚了吗 大人 你放心吧 要我和英姑给你看着衙门 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踏踏实实陪夫人回去吧 千万小心 千万小心啊 英姑 哎 英姑 嗯 我跟你说话呢 我听着呢 哎 英姑 大人跟你说话 你老背着事干嘛 没有啊 我这不是要上车吗 大人说什么 我都听着呢 英姑 我走之后 天天要去书房 英姑 哎 把以前所有的疑难案件 都给我找出来 不可有任何遗漏 您放心吧 大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 该走了吧 哦 夫人我来帮您拿 你拿上面的包袱 下面的我自己拿 好 怎么了这是 这我自己拿 夫人走吧 你快点啊 英姑 英姑 这什么毛病这是 赵葡萄 那个那个那个 哎呀 大人你说过了 只要有人来雷响提醒衙门的鼓 那就是发生了凶杀命案 鼓声一响 人命关天 我记着呢 不能大意 不能大意 官人 你发什么呆呀 快走吧 赵葡头和英姑 都是你的得力助手 你对他们那么不放心吗 那倒不是 那倒不是 走吧 夫人 走吧 大人 都准备好了 赵葡头 千万小心 好 万一有人急顾 马上叫我 好 放心吧 呃 大人快走吧 夫人等着您呢 怎么了 好 大人慢走 这大人还真听夫人的话 你笑什么 没有啊 这大人一走啊 心里好像争取了根主心骨 没招没老的 你到底笑什么啊 你跟我说说 我没笑你 这会儿除了我没别人 你不笑我笑谁啊 我本来就没有笑你嘛 你站住 我告诉你啊 你别以为老虎走了 你猴子成霸王 这个衙门我说了算 我得管着你 你听见没有啊 官人啊 这次回去见我父亲 别再对他不冷不热的 行吗 行啊 老人家现在是 吏部的二品大员了 岂敢岂敢 你应该知道 我父亲能到今天这样 也不容易啊 是啊 不容易 不容易啊 有件事情 我一直瞒着你 你说的不就是这坛 三十年的陈酿吗 你都知道了 我平日滴酒不沾 你却花五十两银子 买了一坛陈酿 这不就是为了 这次回京用的吗 我还怕你知道了 不高兴呢 女儿孝敬父亲 这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这回你可没有说对 这个酒啊 我是替你买的 我想见到父亲的时候 以你的名义 送给他老人家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啊 我父亲生了吏部侍郎 所有的朋友们 都来送礼贺喜 你呢 是他的半子贤婿 又同朝为官 总不能 空着手回去吧 夫人 你要是有这么个念叨 我现在就把他打给赫 你别你别 那 就 就当我做女儿的 孝敬自己的父亲 重心了吧 不认识 余朕 不是我诚心扫你的姓 我宋某不愿意 揪着任何人的龙椅巴上天 天姓世人 恕难从命 不认识 停车 停车 怎么了 夫人 等一下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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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